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隐秘也很安静 今天带各位来桃园的一家咖啡店 咖啡厅有免费的停车场 这是让我非常喜爱的一点 37咖啡位于玉田大楼一楼 从阶梯上来看到整片透明的玻璃 外观是浪漫的玻璃屋 带各位来里面看看哦 室内空间约40平大小 飘高舒适宽敞 它隐身于玉田基金会大楼 餐厅没有明显的招牌非常低调 一推开门会传来悠扬的琴声 是钢琴自动演奏的琴声 这里的座位数不多 还蛮舒适的 这大片玻璃采光良好 用餐宽敞舒适 非常适合群旅约会哦 不只室内环境佳 室外也很美 超适合拍IG网美照的 这里用餐不加收服务费 餐具在自助区自行取用 自助区的面包是无限供应的 点套餐可享主厨特餐的餐包 一旁备有烤箱 可亦个人喜好烘烤 餐点选择多元 有提供下午茶松饼 主餐益式披萨 墨西哥薄饼 红烧牛肉面 益式炖饭 还有意大利面 也有少量的素食餐点 咖啡果汁 精致蛋糕甜点 乳酪球等创意餐点哦 自助区旁是甜点贵 精致的切片蛋糕 和特制的乳酪球 是许多涛客的最爱 咖啡厅基本消费 低消是一杯饮料 角落的沙发座位 是很舒适的小空间 可悠闲的来一杯下午茶跟点心 跟三五好友来这里喝咖啡 谈天说地 也可以自己独自前来这里 宁静的地方 看本书放松一下 也是很不错的哦 我们今天点的饮料 是用手摇杯的方式呈现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才这么做的 我们今天点的西式薄饼披萨 薄饼披萨口感酥脆 软硬适中 每一口都能吃到满满的食材哦 这还有特制的乳酪球 是许多涛客的最爱 乳酪甜点礼盒 可以宅配定供 乳酪球共有六种口味 起司蓝莓花生覆盆子 巧克力 布朗尼及覆盆子 费蓝雪 这精美的包装 你是不是也想来一盒呢 小巧可爱的一口乳酪球 是店内的特色甜点 冷藏过后 口感才会比较扎实 入口充满着起司味 这里的餐点饮料 以及甜点都相当的不错 环境也相当的幽静舒适 是个不错的下午茶地方 今天三期咖啡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I imagined you're mine Sometimes I feel tired Of my heavy thoughts It's like a star of the fire When we're on the boat And I'm on my own now Just wasting my nights Without you behind Serene I love you To beuine Music What's going on salt И